美国对华玩两面三刀 一边要打断中国发展 一边又想找中国帮忙 我国的回应很有意思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来到本期中成talk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 美国对华玩两面三刀 从拜登不久前颁布的 国家安全战略的内容可以看出 美国已经把中国 视为其最大地缘政治挑战 以及唯一的竞争对手 美国接下来会动用一切手段 遏制我国的崛起 中美冲突已经逐渐演变为 全方位的竞争 拜登政府之所以对中国的敌意那么大 要同我国进行竞争 主要还是怕崛起的中国 会动摇美国的霸主地位 其实啊 不管是美国的想法 还是其打压中国的实际行动 都是他一厢情愿 原因很简单 我国从来就没有想过 要挑战他美国的霸主地位 但是美国显然有着被迫害妄想症 担忧过度 所以最近美国不光是在科技 经济领域 也包括在军事领域 针对我国的动作 还是逐渐多了起来 近日 美国先是将四架B1B战略轰炸机 再次部署到了关岛 紧接着呢 又把美军查打一体无人机部队 也就是8架MQ-9死神无人机 部署到了日本 而且部署的地点 也非常有敌意 不光离中国大陆很近 距离台岛也很近 似乎是想在台海有事的第一时间 带着日本介入我台海战事 总之呢 从美国接连对我国所采取的举动 可以看出 他摆出了一副不打赢我国 势不罢休的架势 局势日益紧张 当然 美国所采取再多的动作 其实力已经衰退 也很难打断我国的发展 然而 就在这中美博弈愈发激烈 开始逐渐步入高潮的时间节点 外媒却突然爆出消息 称美国白宫和国务院 正在全力以赴 单方面积极安排中美领导人 会晤事宜 不得不说 有时候的确美国是上下其手 其前脚刚在多个领域 对我国下完狠手 转脸却又想同我国进行沟通 想安排中美高层举行峰会 那么问题来了 美国有什么目的呢 分析看来 尽管美国拉开了 同中国的全方位竞争 但是在某些问题上 美国还是有求于中国的 就拿美国遇到的经济问题来说 拜登政府此前为了解决严重通货膨胀问题 一度想要取消中国商品输美加征的关税 只不过他又害怕此举 会被误认为是美国对话软弱的表现 所以他迟迟没有采取行动 而且不光是经济领域 美国在气候变化以及卫生等领域上 也是迫切需要和中国合作 还记得当初为了回应 佩洛西窜台的挑衅行为 我国直接宣布暂停了 与美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 这一度让美国媒体知乎 美国承受不起这种代价 只不过 既然美国执意要与我国进行对抗 在一些问题上得罪了我们 那我国对美国的反制 也必定要让美国付出一定的代价 其实美国刚对我国下完狠手 又想同我国进行高层会晤 这是对我们玩两面三刀 说一套做一套 对此我们不能轻信美国 也不能让美国如此容易的达到目的 相信我国会怎么做 早已经是成竹在胸了 对于此事 我们国家已经做出了回应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对于美国单方面透露 正在安排中美领导人会晤的消息 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 我国这样的回应可以说是很有意思 也就是既没有明确拒绝美国 也没有答应美国 只是释放出一种等等看的信号 而至于在等什么 我认为就是要观其行 要等着看美国到底能给出多少诚意 好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